选笑节目热潮及韩团爆红效应 吸引年轻学子纷纷选读表演艺术相关科系 我就是很喜欢韩团所以才来装作 可是因为后来接触到日系 发现日系也蛮适合我的 其实我从小就是从Shining他们 这是一个韩团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很喜欢K-pop这个东西 我想要当偶像 然后也想要演戏 教育部资料统计 目前高纸表演艺术科 学生以增达欲4000人 大专院校表演艺术相关科系学生 也增达2400多人 包括东南科技 性无科技 黎明技术 城市科大等等 原本以理工商管学院为主的私立大学 今年纷纷成立表演系 大家好 我叫蔡宇山 今年18岁就读台北海洋科技大学 表演艺术科一年级 然后平常我喜欢唱歌跳舞 我很喜欢把我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未来的话我希望我就是可以出国进修我自己的舞蹈 提升我自己的能力 我的兴趣是舞蹈 然后擅长的风 舞风的话是girl style 或是翻跳韩舞或是日舞 但就于不考量 一窝风开设会过于倾斜 认为有必要管控 109学年起 禁止技砖院校高职 在新社相关科系 在人才培育上我们必须考虑产业的供需平衡 我基本上觉得任何的政策有好有坏 好的部分的确就是 就已经台湾市场是这样 升多的时候粥就少 所以你继续让它设 的确会变成 本来基本起薪就已经低了 未来更没有饭吃 你可能也会觉得 那继续把事情做大一点啊 他们就会觉得政府这样做 那就更不可能有那种万中选一 我们就会有像BTS那种歌手啊 制作人啊 实体创作者啊 你就是人越多 你会找到好的不是越多吗 可以给予计划性的扶植 而不是做一种遏制 因为你看那个韩国你知道 一部影片可以让全世界人知道 然后呢 也带动很多的产业 比如说观光产业 时尚产业 饮食的产业 应该是说看它的取向 你如果说 目前如果大家是为了招生 这样的一件事情 去做这个事情 可是你并没有做好 它的一个完善的一个 后续的一些准备的话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比较 没有那么的完善 这些合格老师可能当初也是 艺术研究所硕士 或者是表演艺术系的硕士 那他也没有在线上演过 拍过任何作品 他也没有在这个圈子生活 未必有 之前因五宝春风潮 而至学生一窝蜂抢读参旅科 全国教师工会认为 技职教育应以人才培育 与产业需求为导向 而非学校生存目的 但全国私校工会则提醒 韩国是以国家力量 计划性扶植文化艺术产业 政府不应冻结新社表艺科系 而应思考如何改善产业出路 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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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